請您為大家致詞 中原院李院長 台北縣蘇縣長 衛生署陳署長 還有防疫行動聯盟 陳醫師 陳錦皇醫師 劉秘書長 我們醫策會的秘書長 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媒體的朋友 還有全國的鄉親父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全民量體溫 SARS不上升 我剛才也有說過 只要量體溫勤洗手 SARS自然走 大家從今天6月1號開始 來響應全國防疫行動聯盟的 所推動的有關於全民量體溫的運動 那既然是一個運動 他就是要大家來參與 不但每一個人自己要每天早晚的量體溫 而且要來幫助人家 幫助住民隔壁 來幫助自己的親友 幫助老腳老頂 大家來幫忙 大家就要量體溫 除了幫助別人之外 如果說 自己也能夠當志工 來推動 在各地方來推動 到比較離自己家比較遠的地方 比較沒有人關心注意到的地方 來幫忙他們來量體溫 我相信 只要這樣大家 共同來推動這個運動 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參與 全民量體溫的運動 一定會做得成功 我們如果成功 經過10天 10天 SARS自然不見了